每天拿出一小时你也可以上钻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师一模 今天给大家讲解暴女的技巧以及其技能连招 在游戏中熟练运用这些诀窍 可以让你的暴女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 暴女是一个非常吃微操作的一个英雄 就是说大连招或者很复杂的连招没有 但是所有的连招里面参加的小细节非常多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东西 首先是第一个技巧 就是能形态的Q技能的一个技巧 好吧 首先这里能形态的Q技能有四个技巧 我们这里一直来给大家讲 第一个技巧是什么呢 可以在平A中夹杂Q技能 就是我们昨天讲了 因为暴女狂野女猎兽 那个皮肤的一个平A弹道 跟Q技能弹道是比较相像的 你可以利用一技能给自己加攻速之后 在你的攻速非常快的时候 敌方是非常难以 判得出你的Q技能的出手时机的 比你两个的一个抬手动作都是一样的 对吧这是我们第一个技巧 第二个技巧是什么呢 就是丢出Q之后越是 丢出Q之后往后走或者说往后位移 可以增加你区间的伤害 这个的话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解释 主要先讲一下这四个技巧 第三个就是什么呢 第三个就是在敌人会走位的时候 在敌人会走位且有我方视野 有暴女视野的时候 45度角预判 然后回升走 预判他的回升走位是最容易命中的 而是第三个技巧 第四个技巧是什么呢 卡地形卡视野可以极大的提高 提高你Q技能的一个命中率 就是暴女Q技能的四大技巧 好吧那我们后面的话再来解释一下 这四大技巧就是说为什么有这四大技巧 以这四大技巧主要是怎么使用 或者有什么妙处 这我们得给大家来讲解 首先第一个技巧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就第一个技巧是在平A中夹杂Q技能 这我们第一个技巧对不对 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让敌方难以判断 是平A还是Q技能 尤其是铁血猎手这个皮肤 不过暴女在丢Q的时候 他是有一个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声效的音效 这里我打错了一个字 是有很明显的一个音效 对于戴耳机的敌人的话 那影响是比较小的 就是暴女出Q的时候他会叫一声 他会那个R一声 就出Q的那个声音 就是说如果敌方戴耳机 或者说敌方开了游戏声音的类型的音效的话 他还是能知道你Q出手的 但有很多人喜欢打游戏的时候听歌 或者把游戏声音关了 那这碰到这类的敌人的话 那你的Q就比较容易迷惑他 这是我们暴女的一个第一个技巧 用视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暴女的在非常快攻速的时候 一直A你的情况下 你是很难以判断出我的一个Q的出手动作 你看这个Q其实跟平A真的很像 特别是你一进来给自己加攻速之后 我们可以慢放给大家看一看 刚才还是快放 我们现在再慢放一边 那你就平A然后给一自己加攻速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攻速是非常快的 这样的话敌方很难看到你到底是在哪个平A后面 或者说在哪个平A之前就是你的Q能 你会发现这几个弹道都是一模一样的 视频就是视频是没有声音的 这个到无所谓讲解有声音就行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Q技能的第一个技巧 第二个技巧什么呢 就丢出Q之后你玩暴女把Q技能出手之后 你可以向后位移或者向后走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你Q技能的伤害 这个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是一个LL机制的问题 Q技能伤害的判定是命中敌方时 是暴女与敌方的一个距离来计算伤害的 而不是在你出手的时候那个距离来计算伤害的 对吧 就是暴女这应用它的Q技能的机制就这样 它是你当你的Q命中到敌方的那一刻 你与敌方的距离是根据这个距离来计算你的伤害 而不是说你出手的那一刻你能在哪里 你就是你出手那一刻你与敌方的距离不是按照这个距离算的 而是在你命中的那一刻你与敌方的距离来算的 这的话也是给大家看一下视频 这个的话是在就是说老板暴女用的比较多 就是以前的暴女就是说那种QQ暴 就那种大传就是说在大概是S3S3左右的一个暴女吧 就是说暴女那个版本就是Q技能有0.9的AP加价 还是1点多的AP加价 就一直在后面丢Q就行了 就那个版本的暴女这个技巧用的非常多 这个的话也是给你们看看这样 你可以看到这同样是两个假人 你会发现我第一个QQ完之后 如果不移动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伤害是428对不对 但如果去第二个假人 我Q完之后还往后位移 你会发现这个伤害就明显变多了 看没有 而且这是存在于什么 存在这个假人有100点魔抗的情况下计算的伤害 你会发现这伤害是多了80点左右 如果敌方面对正常的脆皮他没有这么多魔抗的情况下 有可能多到一个两到三百都是有可能的 好吧 这不是这个机制没就是说机制虽然改了 但是他的技巧还在这里面 只不过说也不说机制改机制是没有改 就是伤害改了 以前AP暴女就是一个Q就可以直接标准人的那种暴女 现在的话暴女是很难这样做到一般的一个Q 顶多丢别人半血左右 这是我们的一个小技巧 好吧 你说在你们如果面就是说你感觉你的Q技能伤害够了 或者你感觉你Q技能伤害还差一点点 你如何去补充这一点 剩余的伤害呢就可以标完之后 立马向后位移就像我这样 对不对 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加你Q技能伤害 而且也让你看起来帅一点 就你感觉你的Q技能命中之后就跟这个的话就比较类似于 德夏儿玩杰斯的时候 先用把那个小炮 那个Q技能的小炮 瞄准一下 感觉这个Q技能能中的时候 再去给他用一个一技能加速把这个炮变成一个大炮 其实这个方法就是跟暴女的Q也差不多 暴女是先丢出Q之后看一下你Q能不能命中 能命中的话你不敢有些时候你不敢扑过去的情况下 你可以反向扑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Q技能增加一定的伤害 这是一个第二个Q技能的一个技巧 第三个Q技能技巧就是在敌方 敌人会走位的时候就是在敌方 现在的话游戏就是因为英联盟也很多年了 大多数人都比较会玩的看到暴女都会用走位来赌他的标 那这的话我们就告诉你们 什么走位就是哪个角度是最好预判的 预判到的呢 就是在敌方与我们是一个45度角 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往他后方预判 就是说比如说敌方 这个后退的路径是左边的话 那就要往他右边稍微预判一点 如果他后退后退的方向是上就往上跑的话 你要往他下方预判一点 这个的话我们也是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这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45度角 敌方的走位空间只有45度 就是说他无论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顶多只能走到一个90度的角 而正前方的话 你自己想一下就是如果你的暴女 跟敌方是面对的情况下 那敌方的走位空间其实是有 左边有90度 右边有90度 相当于180度 对吧 但如果敌方是在你45度角的地方 你们就会发现他只能走一个45度的一个 就是说他走位空间会变小 你们可以自己想象一下 就把暴女当成一个点 然后敌方就是说把敌人也当成一个点 如果敌人站在你正前方就是90度的位置的话 他可以向左走90度 也可以往右走90度 那这样的话你的标非常难以防 但如果你是那个对吧 也是在一个直线上的一个点 但如果敌方离底是45度的角的话 他顶多要么走到垂直90度的角 要么就走到最右边90度的角 这也是暴女的一个Q镜的那个 命中方式 第二个的话就是在会会走位的情况上 就是说碰到会走位的人的话 在我们Gunk的时候 他通常会以为我们会 就是说朝着他逃跑的方向就Q嘛 故而反向走位 这个是低分段最常见的一种走位的方法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将近就近 向他身后丢出预判的 丢出我们的Q镜的 暴女真雄是比较难的英雄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英雄 基本上低分段很难看到 但是高分段 就是说天天 就高分段天天有低分段很难看到的一个原因 东西比较难 就比如说 现在我暴女站在一个直线上的一个点 这个敌人面在面对我的情况下 你可以发现他跟我是90度的情况下 他可以往左走也可以往右走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他走位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那这样我标他是非常难标的 为什么你就比如说这个假人 这个怎么 这个是Q3 对 你看这个假人就这样 但如果是标这个标这边的一个假人的话 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45度角的 这个不准确的45度好吧 就如果是标这个假人的话 你会发现他的走位空间 要么就往上走 要么就往后面走 虽然也有两方向 但他的走位的空间没有那么大 对吧 而且这个时候一般通常的敌人都会往后 这个位 就是往后走动来躲掉我们标 所以说我们一般在45度角的时候 碰到敌人的话 尽量往他的身后预判一点 就是出Q的时候 往他身后预判一点 而不是往上方 你应该能看到我鼠标的 不是往他的一塔那边去标 而是往他人身后的 就是我下面的去标 就是当你的暴女跟敌人 成45度角的时候 你不要朝着他逃跑的方向 而是要朝着他的 就是说他回头的位置丢 就是我们这个视频的正向法 当然不要预判太多 因为他的移速也没有那么快 他顶多就是走一两步 走一两步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的话 你还需要把别人移动速度计算到里面去 当然这个的话 说起来比较复杂 你们玩多了 自然就会有一种 就是说有一点经验了 对于你们新玩暴女的人来说 也可能很难以理解 但你稍微玩一个四五十场左右 你就会发现 就比较容易理解 这就是暴女的一个Q技能的第三个技巧 第四个技巧也是我们暴女最常用的技巧 就是说卡视野或者卡地形的话 这是可以更加的 就是提高你的Q技能命中力的 为什么呢 因为卡视野的话 敌方是看不到我们Q技能是否出手的 就是敌方没有我们暴女的视野 那这个时候我们丢Q是很容易运动的 对不对 就跟你以前玩AP暴女一样 你没有哪个 玩没有哪个人玩暴女或劫师阵的英雄的时候 会在你的正面去丢技能去消耗 对不对 就比如说你玩左依泽拉斯 或者说EZ阵的英雄 都是打团之前 偷偷摸躲在侧面 动不动就Q别一下 躲在阴影视野处 对不对 因为别人看不到你 他就没办法防范你 对不对 这是我们第四个技巧 第一点第二个是卡地形 卡地形音的话就可以将你的Q技能隐藏在地图中 这样的话让敌人看不到你们区的一个轨道 这也是可以给你们看看视频 用视频来展示就是说 平常比如说我们在如果碰到下路的情况下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要干个下路 这里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草丛没有底 地方没有眼位的话 那我们这个出Q的时候 它是个看不见的 你会发现这个Q一直隐藏在这个地形里面 我们也可以放慢一点 我们这个出Q的时候就会发现 这个Q技能是跟随着这个地形过来的 对不对 别人正在对线的时候 他是肯定很难以从这个地形里面看到我们Q技能出手的 而且这个地形会遮住我们的Q的 因为这个技能是我们的技能 所以我们能看得到 但是对面的技能的情况下你是看不到这个标的 而且你本身你这个标的颜色也跟这个 召唤师峡谷地图的颜色一样 看到没有 这是非常非常难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方法就是卡地形的方法去出Q 比如说你干个哪条路 你都可以卡着地形去干个他 反正就是你想丢Q 要么就等队友控制住 要么说你卡个地形 你不让他看到你的Q技能出手了 或者说他不让他看到Q技能轨道 这样的话就非常难以走位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干个中路 或者说干个去野去找敌方打野 我们这个时候知道敌方打野在这里 但是我们就是面对面的丢 那肯定是很容易被人躲的 特别是这个版本 大家都有基本上选择所有英雄都有位移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别人还有位移也更容易躲到里头标 比如说碰到这种人的情况下 我们就尽量是先卡他一波视野盲 从视野盲区或者卡的一个地形差 先标准他再出来 不然的话你正面面对面的情况下 你是很难标到人的 这就是玩暴力的一个精髓 第一个精髓就是卡地形 你看这个标出出去 对不对 他也很难看到 我们自己看 第一视角都很难看到这个标 更何况对吧 他没有我们就是说 没有我们人的视野 更难看到 第二种就最简单的卡视野了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就比较简单就不多说了 就说在别人没有我们视野的时候突然出手的Q 别人是很难以这个察觉的 跟那个地形差不多 对不对 就类似于你们玩机器人或者玩垂石一样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一招 这一招的话不仅仅是适用暴力 只要是那种线形预判技能的英雄都可以这样做 比如说拉克斯的Q 那个左翼的E 然后两个钩子 很多钩子技能都可以这样 好吧 这是他的一个暴力能 暴力能形态Q进的一个技巧 我们已经讲完了 我们就按了Q进的技巧之后再讲一下 这个他怎么没把W进的技巧放进去 等一下我好像我看一下弄有没有漏 第四个 他好像把我有个东西漏了 我们就直接用口头来说吧 好吧 他把一个漏掉的一个W进的技巧 就能形态W进的技巧 是文案上没有写 好吧 这里的话我们就口头的给大家来讲一下W的一个技巧 W的技巧是什么呢 就是说能形态W进的一般都是用来 好吧 好像没有写能形态W 因为能形态的W进的是一个夹子 我们就没写 那么就直接来说E进的能形态的E进的 能形态的E进的技巧是什么呢 首先有两个能形态的E进的有两个技巧 第一个是ALT加E 那这样的话可以给自己快速的加血 这个的话就是也是英雄联盟里面一个游戏的机制问题 你可以在用任何可以对自己释放技能的英雄 你都可以按 Alt就这个LT键加上那个技能键 直接默认的对自己释放 就比如说你们玩发条 玩天使 你们这个时候玩发条想给自己丢一 玩天使想给自己丢大 玩暴力想给自己加血的时候都可以用 ALT加你那个技能键 这样的话可以快速的给自己加血 这是第一个技巧 第二个技巧是什么呢 血越少加血越多 就是你玩暴力在对拼的时候 尽量说在你的血量稍微低一点时候再聚焦 加这个E进的 因为对吧 一般一波对拼只能放一次E进的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暴力 暴力人形态E进的技巧 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用视频来展示一下 首先是第一个 比如说到平常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快捷键的话 你加血是非常慢的 因为你要把鼠标就先按一下E 然后再把鼠标选到选定到自己的身上 这样的时候这样的话是非常慢的 但是如果我们利用了这个快捷键 我们就可以在加血的同时 同时去操作其他的一些事情 知道吧 就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快捷键 那就会发现你加血的时候 只能把鼠标放在自己身上 就你加血的这一段时间 你是没有办法去操作其他的事情的 因为你的鼠标放在自己人身上了 对吧 但如果你是学会了这个快捷键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边给自己加血的过程中 边去操作其他的事情 你不会因为这波加血导致你A不到人 或者导致你没有办法去控制 你的人的走位去躲在地方技能 所以这个快捷键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快捷 这个是游戏里面 我觉得就是除了升级技能以外 最常用的一个快捷键了 你会发现我可以边走位 边给自己加血 根本不用把鼠标选定到自己的身上 对不对 就是一技能第一个技巧 第二个技巧是什么呢 就说一般你最好是这个 血越少的时候你再去加这个1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我的血量比较残的时候回的血是比满血要回的多得多的 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吧 首先我先被塔打残了 第一下加血看到没有是429 在我血量非常非常少的时候第一下加血是429 那第二下加血383 然后再来加342 你看是越来越少 就你血量越多 那个1技能回的血也越少 但是这个是前期尽量在自己学少的时候再给自己加1 但到后期的话你的1技能实力比较短的 就是说那这个时候你有1技能就可以直接加了 只要你都要血量不多 这是一个暴女 这个 人形态的Q技能的技巧和异技能的技巧 然后再来说一下暴形态 暴形态的话有也是有两个技巧 就是说第一个是AQ从此普攻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在敌方半血以下在使用 因为暴女这个英雄的暴形态的Q技能 它是有一个斩杀效果的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过的对不对 如果你在别人满血的时候 你去把这个暴形态Q技能用出来 那你有可能只能打别人500人血 但如果你在别人半血的时候教的话 有可能只可以打1000人血 这也是我们的给大家用视频来展示一下 这个暴形态的Q技能两个技巧 人是第一个就是AQ从此普攻 这个的话是暴女利用 在刷野的时候利用的非常多的 对这也是你们玩暴女 需要念的第一步 就是把这个AQ从此普攻 起码要用的稍微流畅一点 而不说会不会 你要用的流畅 会没有用 你要到起码要像我这样按的快一点 你不要说什么 等A的动作已经完了再去叫Q 那这样就不叫从此普攻 而是在你的 平A伤害出来的那一瞬间 你就把Q技能丢出来 这才叫从此普攻 而不是等你的平A完 第二个平A都要打出来 你再去丢平A 这还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你们念暴女年招的第一步 AQ从此普攻 第二步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 第二个Q技能第二个技巧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一个满血的和线 我们直接Q一下 你会发现只能Q到这个460点血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和线打到半血之后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它A的半血 A的半血之后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候再丢Q 可以发现没有889 那这就是伤害的差距 所以你这个暴性带的Q技能 一般正常情况下 你都是在别人半血以下交 才是最好的 对吧不是说不一定要卡 就是卡的那么好 因为就很就像很多人玩盖伦一样 很多人玩盖伦和菲亚等别人 只有很少很少的血的时候才去丢他 没有必要 只要只要是你是有一个 一就是说 只要你的技能拥有斩杀效果 一般在别人半血左右的时候交就可以了 对吧 除非你是那个派克的打到派克的打到不同 他非要到到那么多血才能直接杀嘛 对不对 但如果你像是盖伦的 这个R和以及暴女的Q技能 他基本上在别人半血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交了 不用一定要贪 那个极限上 因为你如果贪的话 有可能伤害就移出了 就本来你的暴女的Q能打别人800点血 你非要在别人600点血的时候交 虽然看起来同样是把这个人杀了 但是 你是不是有异出了200点伤害 200点伤害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有可能你异出了这一点 导致了你 就是说 比较晚的杀了他 因为你还要打他200点血 导致这个人跑掉 对吧 是一个暴行态的 驱行的那两个小技巧 然后在暴行态的W 暴行态的W的话 首先我们要记住W有三个技巧 第一个技巧是什么W与闪现类似 就是说它是朝着鼠标指针的方向移动 就说你们玩暴女在用暴女暴行态的W技能跳墙的时候 不是要你 面对那个墙 就是你想跳到你墙的另一边不是要你面对那个墙 你背对着那个墙都是可以跳过去 只要你鼠标鼠标指针过墙了就行了 对吧 就是说暴女的W它是跟闪现比较向下的 这也是给大家用视频来展示一下 比如说你屁股就算你屁股对着那个墙也是能跳过来 就一般正常人他在跳墙之前都会想着把头先面对这个墙 对不对 但正常其实我们不需要 就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暴女 其实这样跳着跳着还挺好玩的 对不对 然后每次跳墙之前都是背对着墙的 但是依然可以跳上去 这个就是这个机制的问题 只要把鼠标指针放在那里就OK了 对吧 这是一个暴行暴女这个暴行态W技能的一个第一个技巧 然后第二个技巧什么呢 就是说暴女的W技能在杀死目标或者达不到有应激的单位的时候 你这个是可以减少W的CD的 对吧 这是我们暴女的W的第一个机制 就是说你的W 只要杀死人 就是说不一定非要用W的杀死人 只要那个目标死掉了 你用Q能打死 还是用狭技能打死都可以 他就会为你的W减少设定 或者说你W达不到应激单位的时候也会减少你W的CD 而且如果你打到有应激的目标的话 你的距离 位移距离还会增加 这里是给大家看一看 就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在把这个野怪打死的时候就会发现 如果没有把野怪打死这个Q技能 这个W技能是CD是非常长的 刚打死野怪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W已经快用 就是说已经快好了 现在我们用的刚用的时候是4秒对不对 这里我们抓死了两个小狼那个发现 他的CD就快好 已经快好了 这就是说你无论 当然你无论是用哪个技能打死都可以 只要你那个手是暴行态 比如这里也一样 W把它PUS你看发现4秒的瞬间变成1秒 这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说你在W到有应激的目标的时候也会减少你的CD 你看平常我们W一下是有4秒的CD 但W到应激目标也是同样 只有一秒 平常如果没有W到应激的话 就只有4秒的CD 而且你明显就是每个应激只能用一次W 就减少一次W的CD 不是说你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标到这个假人之后 他的应激就算我们扑过去了 他的应激还存在 对不对 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对他丢W 不是不会减的 一层应激只能让你使用一次W的一个CD 好吧 这应激我感觉有点难 我讲起来都觉得好难 这是一个暴力的一个 W技能第二个技巧 暴力W技能第三个技巧是什么这个就没有对视频给大家打一下 就是说暴力的W只能穿越一些比较薄的枪 厚的枪是不能穿越的 一般就是说跟男枪的一技能差不多吧 男枪的一能穿梭的暴力这个英雄的W也能穿梭 然后最后再来说一下暴力的一技能技巧 这个一技能技巧也非常简单 一技能是跟你W技能差不多的一个释放方式的技能 就是他的暴力的暴形态的一技能 他也是朝着你的鼠标方向去丢一的 这样的话就有很多时候会造成反向一 你扑过去的时候你要把鼠标指在地方身上去丢一 如果你丢在你的人背后的话 那你的一技能也会对着后面丢 也是给大家可以通过视频来看一看 对这个是直播 就是说我们W过去对吧 直接直接交易 如果你把鼠标放在你的背后的话 如果你鼠标没有跟上 那你的一技能就会反向一 对吧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遍对不对 如果你扑过去 如果你鼠标没有拉没有拉过来 就会造成你反向一的一个特效 所以说我们一般想把这个暴形态的一技能打中能的话 你要把这个鼠标放在敌方人身上才行 看到没有这是一个一技能 暴力的暴形态的一技能其实是没有什么好讲的东西的 只有这一点要讲一讲 再提一下 说完了暴力的所有技能的一个小技巧 最后再来说一下暴力的一个年招了 暴力的年招分为基础年招和进阶年招 首先第一个年招是什么呢 暴形态AQ 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展示 这也可以给大家再看一遍 就是说这是暴力的第一个年招 暴形态AQ 这个的话也是你们得下去做花时间练习的 因为暴力的英雄确实 就是说你每个年招要使用的 非常流畅 你才能把暴力玩得非常好 如果你连就这个AQ连招都打得很慢的话 那后面那些连招更不用说 因为暴力 他这个英雄是在刷野的过程是不停的在放技能的一个英雄 所以说你的手指一定要练得非常灵活 才能玩好这个英雄 如果你手指比较笨重的话 就是拉不过来或者动不了 那这个英雄是比较难以学会的 这是一个暴力的第一个基础连招 第二个基础连招是什么呢 暴形态Qw 这个的话一般怎么用什么时候用呢 一般就是刷野的时候 最后耍帅用 当你知道你的Q技能可以把野怪斩杀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一个Q的UP 直接往下一个野怪进行 这样的话可以让你录出来的视频 或者说你直播的时候 打给别人看得更流畅一点 看得更帅一点 其实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用 这个的话就比比较类似于螳螂的蜻蜓碾水 实际效果是没有什么的 就是说视觉效果看起来很帅 很帅 就比如说对我这里都可以 先AQW都可以 对不对 看起来就比较流畅 但这次打假的 你们看起来会觉得没有什么 我们后面的话有打buff的 对吧 视频 就比如说我们都 当我们觉得能把这个buff直接Q10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QW走 看没有 这样看起来很帅 其实作用没有什么作用 就是帅 再给大家看一下刚才打buff的那个情况 这也是你们需要念的 就是说当你们 没把一个buff都要打到没血可以Q10的地步的时候 你都可以去这样QW 这样的话就看起来比较帅 再进化一步的话就是AQW 可以在这个QW前面还加一个平A 因为我们之前说的AQ是可以重复的 主要来看这个buff的一个QW 这样就看起来都没有Q技能动作 然后W的话 刚好你W过程中那个人死也会给你增加一层 视觉效果 让你看起来都玩得非常飘逸 这是暴行的一个第二个技术连招 第三个技术连招是什么 WQE 这个就是暴女最常用的一个杀人连招 就是说你暴女标到人之后 一般是说标到人之后直接WQE 而不是用EQ 因为为什么这是我们解释的 因为Q技能的 施法距离是没有一技能远的 对不对 你的Q只是相当于一个普攻 普攻的话肯定没有你的一技能远 所以说不要贪Q技能的展示效果 就是说你暴女不要每次扑过去用WEQ 那WEQ首先会慢一点 第二的话有可能一出来的时候你Q技能达不到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一般暴女 在杀人的过程中都是扑过去直接 先丢Q再丢E 这是暴女的第三个连招 但这你要知道这是这还是暴女的一个基础 如果再升华一点的话就是可以对吧 WAQE 当然一般杀人的时候是不推荐你去增加这个品A的 杀野的时候可以加这个品A 杀人的时候不要增加 因为杀人的时候你加这个品有可能就打不到别人 这是暴女的第三个连招 太够了 对不对 我想对吧 就是说真男人永远不看 不回头看爆炸那种 这个能够Q完之后直接往后 W 这个人就自然死了 看起来就挺帅的 就我知道你中了我Q就得死 我Q完之后直接反向RW 就看起来很自信 但这个没什么作用 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会增加一点点Q性能 但是一般都用不到 第二个是什么 这就是暴女最常用的一个杀人 就是能形态Q到之后 变为暴形态 这个WQE 这个的话你们需要点念一点 因为这个手术是需要一点的 毕竟你是先从能形态丢出Q 然后再变成为暴形态WQE 是这个 先看这个快板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 释放的正常数字的一个 打这个能形态面招 这是暴女的一般最常用的杀人 就这样Q到人之后 直接变为暴形态 扑过去WQE 这是你们下去之后 念的第一个比较 基础 我觉得这个连招真的很算算很基础 你就是说 切换一个形态比较麻烦 而已而已 就你Q到人之后要记住 切回暴形态再扑过去 这个其实不算很难 看一下有多少个键 一个键两个键 三个键四个键五个键 也就五个键 就五个键位的问题而已 不是很难 慢放电的话也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也飙到人之后 变为暴形态 那Q过去放一下1 标到人之后 按下R 切为暴形态 WQE 标到人之后 变为暴形态 WQE 都给你们展示几遍 这个的话是你们需要下去练习的 这里我给你们重放这么多变子 是为了就是演示这么多变子 为了让你们加深一下印象 到底到底该怎么去丢 这是一个暴女的境界连招第一个下面的话就不第二个下面的话就是暴女最难的一个连招就是刷野兽用的最多或者说暴女最高伤害一套连招啊 这是暴女的第三种境界连招就是暴女最难的一个连招的话吧 这里的话你这个连招的话是需要一定的手术和一定的微超微超的好吧 这个东西其实真的说实话 对于新手暴女有可能 念念上一个星期都不一定能把这套连招念的很流畅的 因为他一直要不停的切换形态这一点会有非常麻烦 如果不切换形态的话其实键位也不算很多 就是切换形态很麻烦 好吧 首先这个第三个最难的连招是什么呢 能形态Q完之后你不要直接变为暴形态 还是先A一刀 然后再变为暴形态R过去 然后右键点滴板取消后摇了 E完之后再右键点滴板取消后摇了 AQ 每个我们后面的增加一个括号就是什么 每个技能释放完之后都得右键点滴板来取消你的后摇 你Q完之后你要右键点滴板取消你Q键的后摇 A完之后你又要右键点滴板取消后摇 R过去之后R变完R 这里有少了一个接按键少了一个W 就是R完之后W过去 那你又要位移一下就又要右键点滴板取消一下后摇 这个的话就还是给大家一个视频看吧 我讲的好像也很这样讲起来好像也很麻烦 先给大家快放一遍就是这个连招的快放板不说正常速度板 这是一个这仅仅是正常速度的好吧等一下我们会慢放 这个连招里面包括的东西很多 键位不是很多 但是你每个连招中间要穿它的一个右键点滴板取消后摇的动作 是非常关键的 这样的话才能让你的暴力看起来足够流畅 这个连招的话主要用于干嘛呢 你想伤害最大化就要用到这套连招 以及刷野的时候这套连招是最常用 三级咒刷野的连招基本都是这个 就比如说我们这里刷到红buff 一般就你三级咒刷野的这个操作都这样 然后在慢方面给大家看 一定要记住每个技能之后 每个技能或者每个平A咒 一定要接上右键点滴板来取消你的后摇 大家多看看 这个的话基本上是真的 对于没玩过的暴力 没玩过暴力的人来说的话 是比较难以这个面会的 因为确实看起来键位不对 但是确实右键点滴板要刷造的 右键点滴板这个东西是比较麻烦的 这个的话基本上你们 如果能把这一套连招练辉的话 基本上暴力的刷野的问题 就不算很大 大家再慢慢看 基本上你三级之后打所有的野怪 连刷野连招都这样 但明天的话我们也会给大家讲一下暴力 这个应用到底该如何去刷野 Q完A一下 变为暴力的W过去右键点滴板1AQ 最后再来给你们看一遍 因为这个连招确实挺麻烦的 我玩暴力刚玩的时候 一般就只会第二种就打扑过去 就标到人之后直接W过去QE 这一套我是肯定很快就练回了 但这一套连招的话 其实也是你玩久做 就是熟能生巧的一套连招 这套连招你们需要花功夫去练习 因为这个连招你练不好了 你刷野的效率是比较慢的 扑过去先右键点滴板按E再按Q 对吧 你自己看 你看一下我那个左下角的 不是正下方的技能键吗 Q完之后A到R过去EAQ 对吧 就是说它的键位的话就是QR 那个QRWEAQ 这是它的键位 就这几个 你们可以慢慢练 就慢慢看 通过视频慢慢看 这里已经慢放了 我再慢放一点 也可能我觉得这个慢放 对于你们来说 有可能还要点快 再把这个慢放上面再加一层慢放 好吧你们仔细看一看 主要你要看 不仅要看我的技能 也要看我的鼠标的指针 那个鼠标指针的一个动作 看Q完之后 我右键点滴板取消Q技能后摇 然后再平A一下 再右键点滴板取消后摇 然后R过去RW过去 然后右键点滴板取消你W的后摇 然后E一下再取消 再右键点滴板取消你E的后摇 然后再AQ AQ然后再右键点滴板取消后摇 都给你们看几遍 有简单的英雄啊 我们交过简单的英雄只不过对吧 就是说简单的英雄已经出完了 你知道吧 你们可以看一下王者克 王者克里面其实已经出了很多 比较简单的英雄了 只不过简单的英雄 就说中野的简单英雄 基本上出的差不多了 因为有的人就喜欢玩男的嘛 对不对 就比如说牙锁这英雄其实也挺难的 那他就喜欢玩这些男的嘛 那我们肯定要出点难的 不然总感觉 你老是教了那么简单的英雄 我不愿意玩 你教我健身我不愿意玩 这个英雄就砍就行了 你还需要你出教学 对不对 就比如说我出个盖轮的 他说盖轮这个英雄有啥技巧啊 A就玩是Q嘛E嘛 放个W嘛一个R嘛别人就死了嘛 那我还教啥呀 对不对 有的人就就喜欢挑事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教了一个男的 那你们慢慢学 花时间去学对不对 那有认真的 你教他盖轮 他不愿意不乐意学的 这种吧 前期反应也怕谁的话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可以给他 会给他讲的 你们主要先把这个连招先看会 好吧 看完之后我们今天的课 应该就差不多了 我看一下 对就差不多了 那这个都就是暴力的最难连招了 这就叫我取名为1秒6度 不知道哇伤害最大化是连招 需要熟练掌握可极大的提升刷野速度 把这个这个视频看完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 就差不多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 阿卡丽可以用于拿 阿卡丽肯定可以打中单 阿卡丽中上都挺厉害的 中单的话清兵能力 你玩任何英雄 只要中单气乐动兵 他都可以打中单 什么 那个阿卡丽的清兵能力是非常强的 打上单的话就说更容易A到别人 打中单的话就主要以清线资源为力 中单也更好杀一点 中单的人都比较脆 还不不多说弦外话 主要还是看这个视频 是的这肯定需要大量的暴女阵型 为什么低分段看不到 或者说你们一旦看到 就他肯定是个带恋的原因 就这样啊 因为他的操作太复杂了 对吧 低分很难玩得好这种操作 特别特别复杂的英雄 对吧 看见见位不多 但是其实包含的微操作很多 就比如说右键点滴板 你要在每一个技能里面 全部穿插这个东西 就很难了 对吧 如果只穿插一个 那有可能多少 不是很难 但你每个技能后面都要跟上一个 右键那就有点难 因为这个是一种习惯问题 对吧 因为一般打到高分段 他无论玩任何英雄 他都有这个习惯 就放完技能之后 肯定是右键点滴板 所以说对于高手来说 就是这个东西是非常简单的 但对于一段新手 没有这种习惯的新手来说 这个东西是非常难以养成的一个东西 就是那个手法 应该是手法 这个跟瑞文的光速K差不多吧 光速K只要两个键 虽然你键位多 但是你只需要QA来回切换 对不对 但我抱你的话 我是多少个键 我是四个四五个键 来就你手指不能按错 怎么你暴力 你瑞文只需要QA 永远都是十指来按 对不对 但我抱你的话 不仅需要无名指 还需要十指 还需要中指 对不对 这肯定一样 你可以 如果念不好连招的话 你可以娱乐玩一下暴力 想惊通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这个英雄是对吧 为什么就是高分段才能看得到的原因 说实话这个英雄也挺猛的 是吧 韩服现在剩那个最厉害的两个打 就是一个是炎雀 一个是暴力 低分段都不爱玩 但这两个英雄确实是个版本最最猛的 炎雀主要是顺风逆风都厉害 但暴力的话就是什么 容易打出顺风 刷野速度最快嘛 等就是要控制2年的墙 好吧把这个视频看完 那我们就差不多了 每次看到牙手就在那不一定吧 低分段的牙手那也不一定 各个都是在连 好吧 最后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前面的一个 几个简单连招 我们就不说的主要来说的第5个就是 第6个第5个和第6个 就刚才最常用的两种商人连招 第一种就是最常用的商人连招 是什么呢 就Q到人之后直接变为R W过去Q一下就对 这是人形态Q技能命中之后 在确定能斩杀的时候 再RWQE过去秒杀 就是说你Q到人之后 你完爆你碰到敌方的打野 你碰到他之后 你不去你虽然Q到了他 但你不确定你能把它秒掉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你需要干嘛 你需要继续的维持你人形态 一直不断的平A 等到你把它A到 你能把它秒掉的地步 你再扑上去 你不是说碰到任何打野地 标准就直接扑上去 那这样的话有很多打野都可以降低反秒 你不是说你打打瞎子 你碰到瞎子 你直接标他一下之后 直接扑过去 那他就会直接一个 RQ给你发秒了 而最要需要等到什么呢 等到你能把它秒掉的时候 再扑过去这样的话 他放出来R的时候 你的Q技能也放出来了 导致他无法接上去 因为你已经给他秒了 对吧 不过去不能杀的话 那你先平A跟着他平A 然后等到你能把它秒掉的时候 再切回报警他 好 这是第五个就是最常用杀人灵招的一个细节 第六个细节就是一秒五刀 伤害最大化是连招 需要熟练掌握可极大的提升刷野术 这个其实讲没用 这种东西是讲是没用的 我只是说对吧 这种课程做出来就是为了 让你们少整一点弯路 毕竟你们自己研究出这个连招 或者研究出这套手法是非常难的 是吧 很多人都觉得报的名字 我只需要一看 我就能上 钻石就能上分了 那是不可能的 是吧 教程就是给你们一个方向 练习的方向 是吧 比如说你马云出了一本 教你如何创业的书 你不是说我一看 那我就马上创业 就变成第二个马云 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他只是传授你一个经验 更多的还是你去结合自己实践 就比如说你算了 不能谈国家大师 那其他的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的话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下期之后 可以把今天的一个年招 多多去练习 特别是最后一套 当然你是循序渐进的练习 先把简单的练了 再去练难的 你不要多一开始 我就挑战低 最后一个 那这样的话你肯定练很久的练不会 因为你只有把最难的年招 划为每个小小的分支 然后再把这个分支连接起来 这才对吧 就是说更好练一点 对吧 那我们今天话就到这里结束 大家再见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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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